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声乐老师 康老师 欢迎您继续来到我们的声乐技巧的第49讲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如何才能够说着唱歌 好 那我们承载着上一讲的主讲 上一讲我们提到了你的内通 还有外面的松弛 其实上一讲里面呢 我爱你赛北的雪 我已经在讲关于你的诉说 要说话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在今天里面呢 我觉得很有必要再加强一下 你如何才能够要说着唱 好 我们第一个部分 有四个小点要分享了 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的第一小点 也就是你的气息啊 一定要挂在腰镜隔肌背镜当中 然后第二个小点呢 也就是你的通道 保持住 然后呢第三个小点 要挂在我们之前讲了 你的舍面以上的这个高位置 挂在这个点上 然后第四个小点 你要记得就是内通 和外松 就像上一讲 我们讲的 你的通道建立 还有你的内口保持住 你外嘴呢 是要松弛住 我们刚才有了以上的这四个小点 我们再把针对性的要再练习 第一个气息 你看 扩开 一定要架构在这样的一个基础当中 完全横隔膜 腰镜背镜 打出基础上 然后呢 你的通道 有没有开始 就是一个通道 在这基础当中呢 你要再记得 舍面以上 你看挂的时候呢 你的通道有了 下面有了 而且包括在你的高位置 舍面以上这个位置点 要挂住它 然后第四个小点 我们说内通外松 我们就用 保持住 腰两侧 有了一个音 我们就在一个音 你看你仔细体会你的气息 你在说着唱的时候 你的气息绝对是在一个点 同时保持一个压力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用来回推很多 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们 你不要 你下去推 你就输不了了 你在唱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在一个点 你的肌群 就像我们有一讲说的 是压 不是推 压住 多靠拢 这个口型 好 在这个基础上 你要记得 还有你的这一块 你是不能掉 你掉的话 你 掉一点 你这个地方 你的说的时候 你就很难去 把它说的直六了 顺畅 好 我们架构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可以练习一个 保持住 保持顺畅 挂在一个点 要通道 又不断的速说出来 好 那我还是用一首歌曲 让大家更多的来体会这个说 我们还是用那个花飞花 你看妖精 我们首先呢 你要先不用旋律 先要在在气息 先要内通道 还要挂在这个位置点 我们用一个音 好 保持通道 花飞花 无非 若 也百来 天明清 一定要记得 多去说 不要去畅想它 你不要 花飞 花 你一畅想它 你就很无法去诉说了 好 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往里是说 往里的 这个侯卫 往里的通道里去说 保持住 我飞花 我飞花 我飞 夜半来 天明去 好 再带上词 保持住 外阔 好 请 要说 一定要记得是说 不要去畅想 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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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就算你在西系 还是保留 这个地方的通 保持通道 还是在说 特别这个多的时候 你很容易唱着 来日串不多 去唱响它 不要 还是在往里说的感觉 来入春梦 莫多时 接下去 去死朝云 你得挂在一个位置点 说 挂在一个位置 去死朝云 保持住 保持住 米 虫 好 所以呢 我们其实在唱歌 无论高声 中声 和低声 如果 倘若你能够做到 建立在气息上 又保持在通道当中 位置又不掉 在这个状态当中 去说 这是最好的 当然 如果你去说 若不是建立在这里 去说 气搭不上 那个声音出来 可能是虚的 那如果你去说 通道不畅通 你注重外嘴 那个说出的声音呢 也是别的 好 所以为什么说 建立在气息 通道 位置 在这个基础上 你才去说 你这个声音呢 就变得流畅 而且它也不 让你这个地方 你的嗓子 去撑大它 它就叫说 说说 多挂气息 多挂位置 多去朗诵 花飞花 我飞舞 夜半来 天明去说 来如春梦 不多时 去似朝云 无谜说 其实我们唱的时候 真的就是在说 你说的越清晰 朗读的 越在通道里面 你的声音出来 就是越清神 声音 反而更有穿透性 它的通透性 很畅通 好的 今天就是我 与您一起分享的 如何才能更好的 说着唱歌 我们期待 下一讲再见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